吉安湘也举行的元旦升旗典礼 在希望公园举行 乡长游淑珍特别邀请 县长徐正卫、立委夫婚旗 还有吉安湘各村各社团企业 和乡亲也超过2000多人 一起唱国歌向国旗敬礼 同时也在美好的田园当中散步见走 乡公所还致政乡亲打扫用具 以及购物植木包 祝福大家新的一年好事都东来 吉安湘113年元旦升旗典礼 在希望公园举行 乡长游淑珍特别表扬了 各项竞赛优胜学子 以及挹注吉安建设经费的多位先议员 今年的元旦见走 除了发送打扫用具 乡长游淑珍再加振了环保植木包 希望相亲协力继续打造 亲近美好的吉安家园 吉安连续第六年的升旗典礼 我们也发振了六年的竹哨把 室内哨把以及我们的清洁霜 我相信这是带来吉安湘成为 全县捷径家园第一名的原动力 让所有参与的民众回去之后 一整年都可以享受舒适健康捷径的家园 以及乐活的环境 今年特别的要来家政子母带 希望带来的是亲情共荣在吉安 无论是幼幼小小的孩童 有父母的陪伴 或者是引法的长者 有家人的关怀 这也是带来社会正向的一个感恩教育 亲情的这样的一个分享 因此吉安湘今天谢谢超过了 接近三千多人来到了现场 我们相信健康乐活在吉安 享受田园的美丽 亲情的美好 更带来了正向的爱国升旗的典礼 我相信吉安湘是大家的大家庆 我们共好共荣 友善幸福快乐 在吉安 现场徐中卫立委夫葵旗也特别到场 和现场超过两千位乡亲 一起高唱国歌向国旗敬礼 之后在健身教练带动热身超之后 贵宾们鸣枪骑走 大家精神抖擞非常愉悦 乡长游淑珍感谢乡亲热情参与 在新年的第一天 大家携手同心 共创美好未来 也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好事隆终来 谢旅会简单相报导